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再度英烈子女 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 使之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4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王沪宁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在中秋节国庆节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月28号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再读英烈子女回信 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 向公安英烈的家人致以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得知你们怀着对党的感恩之心 立志扛起父辈的旗帜 为守护平安中国贡献青春力量 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你们的父辈勇于担当作为 甘于牺牲奉献 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发扬 希望你们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 坚定理想信念 刻苦学习训练 努力练就报国为民的过硬本领 使之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不懈努力 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积极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至今 全国公安机关共有1.7万余名民警 因公牺牲 其中3700余人被评为劣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接见 全国公安系统阴谋代表 对弘扬公安阴谋精神 照顾好因公牺牲同志的家人 提出要求 近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八名再读英烈子女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在校学习训练的情况和成长感悟 表达继承父辈一致 为守护平安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本台消息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当天上午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将同各界代表一起 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新闻频道 国防军事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 将进行现场直播 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 将同步转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4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 继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新中国成立74年来 我国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 以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一点大家感同身受 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大家 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 迈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作为华夏儿女 看到国家日行愿意的变化 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们这些乡村基层的一线干部群众 更是信心百倍 要用劳动的双手 为国家建设幸福乡村和美家园 74周年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 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黑土地保护及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 开展几种攻关 为我国生态安全贡献自己的科技力量 在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年我们有效应对局部地区洪涝灾害 粮食生产也有望丰收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令人振奋 眼下 我国丘收正在大面积展开 人们忙碌在田野上 确保颗粒归仓 遭受洪涝灾害的龙王庙村 受损房屋已经基本完成修缮 今天一大早 受灾村民正忙着搬新家 中秋节我们也搬进了新家 我们心里很幸福 感觉很有安全感 迟疑之后我们就开始丘收 请总书记放心 我们吃住都没有问题 生产也没有问题 我们努力把日子过好 努力多种地多打粮 回报祖国 出一千到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民征收 未来我们合作社将坚定不移地走 科技兴农的路子 带领更多的社员和周边农户 征收致富 我国体育健儿在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上涌创佳绩 前堂将叛 亚运圣火熊熊燃烧 总书记的讲话 让正在赛场拼搏的体育健儿们 备受鼓舞催人奋进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到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在过黄金 我觉得这次中国女子花剑队 时隔29年再次斩获亚运会的团体金牌 正是总书记这句话的生动诠释 我们获得荣誉的背后 离不开国家的培养 离不开团队的共同奋斗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刻苦训练 奋勇争先 力争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取得更大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围绕板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今秋时节 祖国大地瓜果飘香 在四川绵阳北川县 两千多亩高山东桃开始采摘 在新疆和硕县 十一万亩辣椒陆续迎来丰收 大家在一片火红中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 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走在村子里 从村民脸上洋溢的笑容 就能看出来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喜悦 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幸福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们要借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抓好我们的生态果树 乡村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跑出加速度 新征城上 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 总书记求真务实 而又充满信心的话语 激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 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城上 揭续奋进 永攀高峰 作为普通的科研工作者 当我们克服一个难题 或者我们有新的突破时 我们会非常非常开心 当我们碰到失败时 我们会非常难过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会继续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 我们相信坚持就一定会有惊喜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使经济发展更有韧性 更有活力 海关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交汇枢纽 我将全力投身智慧海关建设 坚决做到守护国门安全 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会好好珍惜 党和国家创造的这么好的条件 要更加紧密团结 以饱满的信心 面对工作的挑战 坚持不懈追求 在奔赛会上精益求精 做出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习主席的讲话体现了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参与 叶格奥大旺区建设 和共建一带一路 为香港注入源源不竭的 发展动力 香港新起点 与国家新征程相交会 必将产生强大合力 迸发巨大能量 今年以来 澳门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 经济快速稳步扶苏 社会各界对于发展的信心 更加足了 我们会牢记主席的诸托 坚定爱国者治澳的根本原则 不断优化粤港澳各领域 机制的对接 积极融入湾区的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29号在京会见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他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民族地区发展处于 历史上最好时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 时代要求 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不移 听党话 跟党走 汇聚起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王沪宁表示 组织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优良传统 他勉励参观团成员 要坚定自觉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增进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要坚定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助推民族地区更好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 要做好新边富民工作 带动更多群众扎根边疆 做神圣国土的守卫者 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石太峰 慎怡勤参加会见 本次参观团成员 由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和在爱国戍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边境基层一线代表组成 共150人 品民俗 庆丰收 赏美景 今天人们欢度中秋佳节 感受美好生活 品味传统民俗 在内蒙古厄尔多斯 人们炙花灯做月饼共庆佳节 在重庆云阳 小朋友们穿起汉服 学做月饼 感受传统文化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月饼 我很开心 月饼好吃又好玩 还有大种好玩 在河北正定 象征团圆美满的超级月饼 亮相街头 近千人品尝美味 分享节日喜悦 在吉林沿边 朝鲜族同胞制作了松糕 打糕等传统美食 欢度中秋 中秋佳节 神州处处洋溢着欢乐 在福建漳州 好客的土楼居民 用隆重的五龙五湿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安徽奇门 当地村民舞起传统草笼 庆佳节 祝团圆 中秋佳节 也是收获的季节 在湖北武汉谷村落 人们把丰收的南瓜 辣椒 玉米等拿出来晒秋 晒出幸福的小康生活 在云南昭通 当地举行收稻谷比赛 歌道 脱利 一气呵成 人们在欢声笑语中 欢度中秋 在山东青州 花农们运用传统插花工艺 搭建起多彩绚丽的花艺景观 节日里各地文化活动 一彩分成 在北京北海公园 音乐会 话剧等文化活动 展现出古都的文化魅力 在江苏常州 平坛 舞蹈等表演 彰显浓郁的江南文化 在筛西太原 古诗词诵读 歌舞 尽显传统文化之美 在广东 广州 百位钢琴演奏者 现场齐奏 奉献了一场 百亲和名 花好乐园的音乐盛宴 非常非常地激动 特别是到了现场 就是真的有一种感觉到 祖国的大好河山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非常非常地开心 中秋国庆假期第一天 各大景区旅游升温 在甘肃敦煌 明沙山月牙全景区 今天游客突破了两万人次 滑沙 骑骆驼 大家玩得乐此不疲 在江西庐山风景区 骑秀的景观吸引众多游客 当地酒店预定率超过九成 从上海开过来 开过来游客到这里 攻击也很好 挺舒服的 气候也很好 香港铜锣湾举行了 大坑舞火龙传统表演活动 彩灯火龙 结团圆 火龙过桥等精彩表演 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游客 在澳门 主题音乐灯光秀和中秋灯视 点亮当地景点 同时这里还举办灯迷等活动 营造丰富的节日体验 中秋国庆假期首日 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 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确保旅客安全便捷出行 各地交通运输平稳有序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中秋国庆假期首日 全国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 预计发送旅客总量 6320.5万人次 环比增长20.1% 比2022年同期增长53.2%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 中秋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 增开旅客列车1841列 铁路部门优化服务举措 加强设备保障 确保假期客运安全 民航方面 各航空公司继续增加运力 全天预计保障航班17599班 一些旅游热门城市机场 在重点客源地城市航线 增加宽体机投放 满足游客出行需求 在航班运行高峰期间 及时加开直击柜台和安解通道 同时加强同航公司和空管的运行协同 提高航班放行效率 公路方面 今天以中短途出行为主 在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 通过增加人员引导 加速车辆的分流 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 81万人次 比2022年同期增长48.2% 目前穷州海峡两岸 均已实行预约过海制度 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 需提前预约购票 今天 玉兔二号月球车 传回了最新的月面环拍图 同时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 正按计划开展研制 将于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 这张就是玉兔二号在月球表面最新的环拍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大小小的陨石坑 还有很多的沙粒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玉兔二号曾经行驶过的路径 车辙印 截至目前 玉兔二号月球车已经在月备工作超过四年 行驶里程超过1500米 玉兔二号取得了很多很丰富的成果 我们希望通过月球科学和月球地质的一个研究 能够更好地认识地球的过去 和地球地质的演化的路径是什么样子 目前探月工程四期已经启动 嫦娥六号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 有望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被采样返回 嫦娥六号的任务把它落在月球的背面 这样的话获取前人没有获取过的月球背面的样品 所以我们也在选择合适的地点 争取拿到更有价值的样品 除嫦娥六号之外 我国还将在2024年上半年 发射提供中级通信服务的雀桥二号卫星 此外 嫦娥七号计划2026年前后实施发射 嫦娥八号将配合嫦娥七号 在月球南极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我们现在正在加速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的立项论证和建设工作 我们期待和世界各国共同携手 一起在月球上建设科研站 拓展人类的认知疆界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财政部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 将多项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延续至2027年底 包括对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等内容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 1-8月我国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达20,180亿元 同比增长8%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 青海引大济黄工程昨天实现全线通水 工程南北贯通大通河 黄水两大流域 东西连通青海西宁 海东两市水脉 干支渠总长达1143公里 全线通水后 每年为300万人提供饮用水 随着行8489次中欧班列 昨天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 道发西安的中欧班列自2013年以来 已累计开行突破2万列 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 福夏高铁 昨天开通运营 高铁全长277公里 全程跨越三个海湾 实现了跨海过桥不减速 开通后 福州厦门两地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辽宁环人至吉林吉安高速公路 昨天建成通车 这条高速公路总长近58公里 为双向四车道 设计时速100公里 通车后 为吉林省更好的融入环渤海经济圈 提供了重要交通支撑 近日 有我国科学家主导 全球45个科研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 发现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的 M87星系黑洞喷流呈现周期性摆动 为M87黑洞自旋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观测证据 对于探索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性质 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以文明 全球巡展 港澳特展 今天在香港和澳门同步举行 特展借助数字化的技术创新 将十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重点考古遗址复原 在线上展出的同时 打造线下沉浸式数字展览 让港澳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中秋晚会 将于今晚20点与全球观众见面 晚会在四川宜宾 以长江文化为背景 围绕诗 酒 月 水 竹 五种文化意向展开 以多样态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河家团圆的中秋佳节 演绎璀璨中华文明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 高端访谈栏目 将播出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独家专访 巴沙尔高度评价中国在推动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并期待中序两国既往开来加强合作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联日来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招待会等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庆招待会 联合国官员及各国代表等出席 我祝福中国人民幸福快乐 称心如意 希望中国继续高质量发展 世界需要中国的成功 祝我们的中国朋友国庆快乐 在中国驻美国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 一会嘉宾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期待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 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期待中德友好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我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年来 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衷心祝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了全球互联互通 开创了合作共赢新局面 我希望中德两国继续携手 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 在巴西 各界人士出席了中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此刻我们庆祝中国的国庆节 这是非比寻常的时刻 中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明年将是巴西和中国建交50周年 相信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国驻沙特 澳大利亚 委内瑞拉 日本等国使馆 也举行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与会嘉宾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 祝愿中国进一步繁荣发展 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中国代表28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54届会议上发言表示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历史上 掠夺土著人民土地资源 实施残酷奴役 大规模屠杀 至今仍采取歧视性法律政策 长期系统性严重侵犯土著人民的 各类基本人权 中国代表指出 上述国家对自身侵犯土著人权利的行径 熟视无睹 却炮制散播虚假信息 对别国进行大量不实指控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 正是自身人权罪行 承担历史责任和人权义务 28号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在柏林会见到访的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 贝尔伯克会后表示 德国将继续为民间海上救援机构 提供支持 塔亚尼则表示 德国的做法可能会助长移民 进入意大利的趋势 意大利是移民从北非地区 乘船经地中海 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登陆点之一 此前 意大利政府指责 外国民间救援船是移民的渡轮 金秋十节 神州大地生机勃勃 气象万千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领略大美中国 感知中华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